今天纯干货啊 字母G常用了四种发音 特别是第三种 我发现几乎没用这种方式总结过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第一种最常用的就是发G这个读音 比如说get 还有grow 还有bag 第二个就是个发音组合了 G和E 通常呢分着单词的结尾 要发音的是 G 比如说像配置 large change 等等 第三个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字母组合 G H T 通常呢在单词后面啊 一般来说直接发t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night light 还有wait 第四种的话呢有点特殊 就是gh这个字母组合呢 它放在单词结尾的时候 发 这个音 或者不发音 比如说像 laugh 还有 enough 还有 coast 都是发 这个读音 那另外还有不发音的 比如说像sine 还有ordo 好 以上就是字母聚常用的四种发音 赶紧收藏起来吧 我是Heddy 关注我 轻松学英语 欢迎订阅